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高中生 也是毫无违和感 不过 熟悉薛凯奇的观众可能也会问 以前他挺红的 为什么后来突然不见了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笑容甜美的他 这些年却有着不堪回首的经历 尤其是感情经历 爆出两大绯闻震惊整个娱乐圈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香港最后一个少女 薛凯奇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1年 薛凯奇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 他的父亲开设计公司 母亲半补习班 作为家中的独女 薛凯奇可以说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另外 他的舅父还是唱片的高层 所以薛凯奇接触演艺圈也很早 从18岁开始就是各种广告商的宠儿 作为模特 拍了不少广告 22岁那年 他在舅父的安排下进入了华纳 正式出道成为一名歌手 薛凯奇有个偶像是基努里维斯 港义齐洛里维斯 黄伟文就为他写了一首歌叫 齐洛里维斯的回信 把抬头望星空发梦的少女心思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一发就红了 瞬间登上四台冠军 一夜之间 所有港人都认识了这个尚未退去婴儿肥的女孩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后来基努里维斯来香港 薛凯奇为他做了访问 还真的收到了基努里维斯的回信 2005年 薛凯奇和房祖明合作电影《早熟》 在里面扮演一个未婚先孕的未成年母亲 演技广受好评 当年这部电影叫好又叫做 红遍两岸三地 就连内地 台湾的观众都开始知道薛凯奇的名字 第二年 他又出演了《新扎师妹3》 在里面可爱又灵动 至今仍是他的代表角色之一 大家叫他香港最后一个少女 不只是赞他的外表 有少女感 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喜爱 更何况 他甜美的外形 林佳的气质也正戳中港人喜欢的乖女形象 所以港人偏爱她 是意料之中的 没错 薛凯奇的少女时期就是这么顺风顺水 家境优渥 事业顺利 就连追星也能得偿所愿 当时全港都对他寄予厚望 即使他还没有成为天后 但未来天后的名头已经给他安上了 然而 越是这样万千宠爱的人 在遇到打击的时候 越容易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薛凯奇在圈内有两段最知名的绯闻 其中之一就是跟他合作早熟的房祖明 当初两个人在戏里扮演一对情斗初开的少男少女 很多人传他们假戏真作 甚至有的媒体已经用成龙儿戏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薛凯奇 而两人的公司为了热度 也态度暧昧 推波助澜 没有马上否认 但薛凯奇却不止一次澄清 两个人只是朋友 图 东网另一段绯闻 就是很多人的一男评 方大同 2005年 方大同被华纳迁进门下 成为薛凯奇的师弟 方大同性格内向 又一直在美国长大 也不会说粤语 在香港没什么朋友 倒是活泼开朗的薛凯奇经常找他聊天 两个人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当时薛凯是风头正进的小天后 方大同还是个新人 但是薛凯奇经常利用自己的名气 为方大同站台宣传专辑 而在幕后 方大同就是薛凯奇的专属制作人 帮他写歌选歌 甚至录音式的设备换 薛凯奇想到的第一个人都是方大同 从中国小调甜蜜蜜 到可爱俏皮的唐布甩 方大同给薛凯奇写的每一首歌都是量身定做 在方大同的第一场音乐会上 两个人同台唱了一首陈一迅的《兄妹》 有感情 别浪费 不能相爱的一对 亲爱像两兄妹 这句歌词仿佛就隐隐暗示了他们之后的走向 只要是方大同的音乐会 薛凯奇几乎从来不会缺席 哪怕他人在外地 也会马上飞到现场 甚至有传闻说 薛凯奇为了给方大同的小巨蛋演唱会当嘉宾 错过了六位数的代言 在2008年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已经看到卡片上写着方大同的名字 却故意跑到观众席 让薛凯奇来念 薛凯奇拿到名单一看 还没说话就先哭了 然后他边哭边喊出了方大同的名字 主持人又反过来调戏方大同 让他不要总给薛凯奇写歌 也给其他人写一下吗 方大同说 确实欠下很多歌债 但是他要发片 肯定还是要先给他写的 后来别人嘲笑薛凯奇 说他是唯一一个自己没得奖还激动地哭的歌手 薛凯奇说 他在粤语歌坛做国语专辑 真的很不容易 那天回家之后 方大同给薛凯奇发了一条消息 多谢你今天帮我哭了 其实2008年正是薛凯奇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薛凯奇的父亲曾被人追债七次 还被告上了法庭 父母因此离婚 他不只要承担父亲的巨额债务 还要还家里三套房的房贷 而那一年他还跟圈外男友分了手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感情的创伤下 薛凯奇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从小的骄傲不允许他轻易低头 于是在人前他还要假装没事 就这样让病情越来越严重 大家都以为我是公主 还以为我很开心 其实我天生是一个悲观的人 慢慢的 他开始绝食 短短几个月就报受30斤 他每天躺在床上 连起身上厕所都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恰好这个时候导演陈庆佳找到薛凯奇 让他出演人间喜剧 我想要你演一个喜剧 但是你不需要搞笑 你就演一个精神病人 然后很疯癫 一会儿就哭 一秒就笑 一秒就神经 一秒就愤怒 有一次拍摄途中在化妆间 薛凯奇突然发作 大发脾气 对着身边的人大吼 我的眼线笔呢 有见过吗 我的睫毛膏呢 有见过吗 一旁的男主杜问泽 后来告诉他 你不知道你当时的样子 有多可怕 难以支撑的薛凯奇 想到了自杀 他想了很多种死法 就快要付诸行动的时候 有一个人救了他 这个人就是方大同 那天晚上 薛凯奇打电话给方大同 我好想死 你可不可以让我不要死 没人知道这个电话里 他们聊了什么 但经过这晚之后 薛凯奇终于放下自杀的念头 慢慢开始接受治疗 之所以会有很多人对薛凯奇和方大同意难评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伴走过了太长时间 而且在社交媒体里提起对方的频率也很高 互动最多的时候 甚至有人说方大同的生活里只有三件事 吃饭 唱歌 薛凯奇 那几年方大同写的所有歌 几乎都可以完美代入薛凯奇 从特别的人 多少天长地久 有几回细水长流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 奋不顾身 难舍难分 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到 不要爱我 你不要爱我 不要我没有 如果我怕 如果分手到时 连朋友都没得做 只可惜 薛凯奇对这段 有答以上变人未满的感情 一直以来的回应都是 我们太熟了 如果跟他接吻 我怕我会笑场 而到了2016年 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戛然而止 方大同的演唱会固定嘉宾 换成了王诗安 有人说是因为薛凯奇 有了圈外男友 所以这段恋人未满 也就无解而终了 不管是房祖明 还是方大同 薛凯奇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一直都坚称只是朋友 也因为他的感情生活 一直太神秘 甚至有人传 他跟林二问产生同性情 还有人说 他已经隐婚了 他是一个界限感很明确的人 很讨厌在媒体面前 暴露自己的私生活 他曾经说 不管有没有男朋友 都不会公开 不然以后分手了 还要向大家解释 太麻烦 薛凯奇起点高 只可惜出道没多久 就因为变故 迎来了低潮期 而香港乐坛又有谢安琪 魏蓝等人 后来居上 2015年之后 薛凯奇就将发展中心 转到了内地 并且签约杨天真旗下的 一心娱乐 移居北京 这些年 他也上了不少内地综艺 在2018年的 蒙面唱将舞台上 还跟方大同合唱了 路口 引起一阵回忆杀 2006年 薛凯奇曾经发过一首歌 叫《给十年后的我》 你成熟了 不会失去格调吧 当初坚持还在吗 刀锋不会目盾了吧 2016年 十年过去 他又发了一首 《十年后的我》 做了大人 十年无甚好东西推荐 赶上班 进入大楼前 看着旁人 在便找附近 提你你未便 这十年来 他很不容易治愈了自己 但就算有过伤痛 他依然希望自己 永远保持棱角 永不低头 永远有和世界大战的魄力 或许这份保持初心的勇气 才是真正的少女感吧